全球最大智慧型手機製造商三星 因為Galaxy Note 7召回危機而受到重創 而且商譽嚴重受損 三星今天發表財報 第三季獲利已如預期大減了30% 第三季財報公布後不久 隨即就舉行了股東會 預定投票通過副董事長李在榮 進入董事會的人事案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 現年48歲的李在榮 將會完成這個家族財團企業 最新的世代接班